主人不必啊 冰心可以替主人调教奔雷的 冷冰心顿时急了 那怎么可以 你与奔雷走得太近 多多少少会有闲言碎语传出来 岂不是毁了你的明节 不行不行 江湖儿女快意恩仇的 冰心不怕 你是不怕 可本宫不能不对你负责呀 算了 这件事无需在意 本宫已经定了丝绣房的春香 原本以为你会对本人有意思 既然没有 那明日本宫便请皇上赐婚了 姚莫婉雨闭后 正欲起身 便见冷冰心腾的一步上前 谋色透着决染 主人 冰心散好了 与其让奔雷图毒那个 那个什么香的 不如让冰心来受这份罪吧 冷冰心凛然开口 摆出一副 誓死如归之态 你不后悔 生死由命 路是冰心自己选的 断然不会后悔 只是 若奔雷不同意 冷冰心不知道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喜欢奔雷的 从起初的厌恶到同情到可怜 到最后怎么就爱上了呢 在奔雷被所有人放弃的时候 他会拉着他到阳朔 想方设法替他活捉礼贤 冷冰心扪心自问 不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基本上他不害人 已经是天恩了 如今却屡次就奔雷于两难境地 一次两次 可以说是发善心 可次数这么多 如果不是爱上了 还能怎么解释呢 他不同意 那本宫就打到他同意为止 若再不同意 直接打死 姚沐碗的话 便是给了冷冰心 一颗定心丸 且说冷冰心离开的时候 脸上还是一副沉重之态 在其迈出官居宫门口 唇角便由下壶转为上壶 直到裂开了花 送走了冷冰心 听乐盈盈地走到姚沐碗身边 扶着姚沐碗进了内室 主子 您说冷冰心真的喜欢奔雷吗 奴婢总瞧着 他们平日里打得最欢 以冷冰心的性格 他若不喜欢 会同意吗 至于奔雷嘛 嗯 虽然鲁莽了些 但一身傲骨还是有的 一个情愿屈尊给冷冰心 嗑瓜子的男人 若不是心里喜欢 怕是没有别的理由了 若真如此 有主子替他们想着终身大事 是他们有福了 听皇上说 刘沙入了宫职 统领宫中的御林军了 姚沐碗谋下微闪 转头看向听乐 呃 主子怎么好好地问起刘沙来了 闻刘沙儿子 听乐顿时脸红如潮 声音都比平时温柔了许多 你这个傻丫头呀 自摇相府到今天 你与本宫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在本宫眼里 你便是本宫的妹妹 流行不在了 本宫断然不能再让你受委屈 让刘沙在宫中当差 是本宫的主意 等从楼兰回来 本宫便亲自操办你和刘沙的婚事 主子 谁要嫁人呢 奴婢要伺候主子一辈子 此刻的听乐 便如小家碧玉般 朝着姚沐碗撒着娇 心里却甜如蜜 本宫可不敢留你一辈子 饶是耽误了刘家传宗接代的大事 本宫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呢 姚沫婉笑得开怀 眉眼皆透着淡淡的释然 主子快休息吧 听乐告退 见听乐娇羞退了下去 姚沫婉转身遇上床榻之时 不禁朝空中嚷了一句 阴雪 风雨雷电 你们都别急 你们的事儿本宫心里记着呢 姚沫婉雨闭时 只听虚无空气中 传来一阵幽远的声音 主人 我们没事儿 夜深风寒 冷冰心的心里 却暖得似揣着火炉般的热乎 嫁给奔雷呀 也好啊 其实主人有些言过其实了 谁说奔雷蠢了 你还好嘛 长相嘛 虽敌不过夜君青 但也只差了那么一丁点 反正 他看着挺顺眼的 丫头 你眼眶里长得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这么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 你没看到 你该不是打算从我老头子身上穿过去吧 怎么 想在我面前玩聊斋啊 粗豪的声音陡然响起 但冷冰心回神定睛之际 近在咫尺的距离 赫然站着一位老者 头顶一缕长毛 还臭美的编成辫子 扼下的一撮山羊虎 硬撅撅的堆到了胸前 月光如华 却不敌老者眼中的金光 冷冰心下意识后退束步 冷言看向老者 从哪儿冒出来的千年老妖 或许是鬼稻子的衣着有些特别 再加上那头中原不曾见过的可爱发型 冷冰心将其当成妖怪 一点也不稀奇 大逆不道的丫头 管你师父叫老妖 你没瞧出来 你师父我欲数凌风 风流倜傥吗 鬼稻子一直觉得 自己长相尚可 当然了 这也是他谦虚的想法 实则 鬼稻子觉得 整个试验国 他当属第一美男 被一万头草尼玛踏过之前 还有可能 冷冰心哼着气 向意识朝后退了几步 不用猜 这丝武功定然不敌 否则不可能他站在这里 那些御林军还跟没事人似的闲逛 你这小兔崽子 师父不愿万里寻你 你就这态度 鬼稻子这一瞪眼不要紧 冷冰心全身的寒毛 顿时开始 稍息立正了 呸 冷家义荣说那是祖传 还师父 你蒙人之前 能不能先打听清楚啊 冷冰心气势不减 但同时 个儿也在颤着 所以老夫在找你 让你拜老夫为师啊 鬼稻子长舒口气 语重心长地开口 一步步地走向冷冰心 我警告你啊 你别过来 我可不会武功 冷冰心觉得 是时候呼救了 只可惜 才一开口 便被鬼稻子 封了哑学 哎呀 你这不识趣的丫头 这赤眼国不知道多少人 想成为老夫的关门弟子 骗老夫呢 都看不上眼 你就幸运去吧 鬼稻子觉得 冷冰心是踩到金子了 可冷冰心 却觉得自己 是踩到了狗屎 于是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晚 冷冰心被这位来历不明的老头 扛在肩上 神一样的速度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一日 当奔雷还在茅厕 兢兢业业劳作的时候 圣指到了 奉天承愿 皇帝照曰 鉴于奔雷在战时的突出表现 真慎欣慰 可将温婉仙淑 秀外会中的冷冰心 赐予奔先锋 即日晚婚 亲子 谢安 刚刚被提升起来的小太监 逢路欢喜的念叨 喷的一声 只听马桶落地的声音陡然响起 马春雷双目如灵般的 瞪向小路子 哎呀 喜从天降啊 这小路子 恭喜奔先锋了 见奔雷如此激动 小路子心想 他必是喜不自持了 真是 真是 霍从天降啊 这圣旨 不接成不成啊 取冷冰心 奔雷从未做过这样的噩梦 奔先锋开玩笑呢 这是圣旨 您说成不成啊 小路子争了争 随手将圣旨割到奔雷手里 小路子 这 这 这 真是 皇上的主眼 奔雷突然后悔了 这显然是皇上公报私仇嘛 都怪冷冰心 要不是他出的损招 自己也不会招上皇上这般报复啊 小路子不敢乱说 不过皇上在下旨之前呀 准皇后曾找过皇上 冯禄深知 奔雷在宫中两位主子心中的位置 说话自然恭敬几分 主人 行啊 我知道了 奔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顿时抱着圣旨 跑向官居宫 且说奔雷到官居宫时 丝绣房的周嬷嬷已在 回禀娘娘 老奴命人四下寻找 几乎翻遍了整个皇宫 也没有见着冷姑娘的踪影啊 周嬷嬷巨石禀报 正座上 杨莫婉美眸直视周嬷嬷 眼底一抹忧色 你确定都找过了 杨莫婉宁眸看向周嬷嬷 肃然问道 娘娘交代的事 老奴不敢怠慢啊 时至今日 后宫众人早已将杨莫婉 看作准皇后了 称呼上自然先入为主 杨莫婉也不在意 索性让他们先这么叫着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喜福的事暂时搁置 且等本宫找到冷冰心再传你 杨莫婉 杨莫婉挥手推了周嬷嬷 心底莫名的忐忑 老奴高退 带周嬷嬷离开 温雷方才赶上前 属下温雷叩见主人 温雷捧着圣旨进了官居宫 宫敬跪在姚莫婉面前 本宫正要找你呢 看到冷冰心没有 回主人 属下没看到冷冰心 不过属下是为此事而来 求主人劝皇上收回成命吧 这奔雷不能吃冷冰心呢 奔雷一语 杨莫婉神色恶然 转头与一侧的听悦面面相去 你再说一遍 杨莫婉转眸盯着奔雷 声音一见寒色 属下 属下不愿意取冷冰心为妻 求主人劝皇上收回成命 奔雷声音虽低 却不足以影响他的决心 奔雷 如果没有冷冰心 你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多少回了吗 杨莫婉还真没想到奔雷会拒绝 奔雷知道冷冰心对奔雷有救命之恩 而且不止一次 可 可也不能因为这样 奔雷就以身相举了呀 其实奔雷 奔雷不喜欢他那样的 奔雷知道 赐婚的事是皇上的主意 随在杨莫婉这儿并无机会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杨莫婉深吸口气 谋下忧寒一片 奔雷喜欢 温婉 贤会行的 看着奔雷面露飞红 听月挑了挑眉 相信过不了一会儿 主子必定让他屁股比脸还红 笔如呢 姚莫婉的声音越发冷了几分 可惜奔雷却未及时接收到准确信息 更奉外实惠的笔如上了 比如啊 就比如那种 刮风能给我加一 下雨能给我撑伞 累了能给我捶腿 饿了就能给我煮面那种 饶恕我心情不好呀 还能陪我喝两杯小酒 再唱上两曲 那就最好了 奔雷一想着 脸上不自禁地浮出一抹微笑 哦 姚莫婉刻意拉长了感叹词 奔雷只是想找兴趣相投的 见姚莫婉面如冰封 奔雷顿时收敛 如果本宫理解没错的话 和你兴趣相投的姑娘 都在一个地方 姚莫婉端起茶杯 故意停顿了一下 在哪儿 奔雷不怕死地接话 出了皇宫 新华街左手边第七家 姚莫婉十分准确地到处地点 对于自己重生的地方 他自然记得格外清楚 啊 那是怡春院 青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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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雷 你真不喜欢冷冰心 这个 不过你放心 没听到吗 冰心一接到圣旨 顿时就没了人眼 可见他是多么不想嫁给你 姚莫婉一语 奔雷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瑟瑟的感觉 冷冰心 走了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奔雷还真心有些不舒服 听月 本宫记得 冰心说他好像定过亲的 是吧 姚莫婉似有深意地看着听月 唇角勾起 回主子 是 听月也听冰心提起过 好像 是他表哥 冰心还说 他是为表哥封神俊逸 气宇宣昂 难得的美男子呢 听月自然明白主子的意思 随声附和道 唉 皇上也真是 这升职一下 也不知道惩罚的是谁呢 好了 原本冰心还想逍遥两日 现在呀 怕是急着回去找表哥了 连跟本宫告假的时间都没腾出来 姚莫婉怨怒开口 毛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落在奔雷身上 他居然定我亲 他那种脾气 怎么肯有人娶他呀 奔雷急了 眼底透着掩饰不住的焦虑 哟 你这话奇怪了 情人眼里出西施 饶是他表哥喜欢他 就算冷冰心脾气顶天的坏 那在他表哥眼里也是好的 不是吧 温雷垂头沉思 心底有如一团乱麻 罢了 既然你们两看两相艳 你且把圣旨搁在这儿 本宫一会儿见了皇上 让他取消你们这门亲事便是了 那个 属下想过了 皇上必是因为昨晚之事 才会下这道圣旨的 如果不让皇上出了这口气 奔雷以后定然没有好日子过 那不如 奔雷就从了吧 奔雷抱着圣旨的手 越发收了几分 不行啊 本宫怎么可以让皇上 拿你们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呢 姚莫婉一副户短的姿态 令奔雷较苦不迭 奔雷多谢主人体恤 不过奔雷想过了 这圣旨 奔雷借 奔雷咬牙切齿道 自愿呢 心甘情愿 只要想到冷冰心 圣旨没跟自己商量一下 就这么走了 而且还是急着回去嫁人 奔雷的心便撕压着一块大石头 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嗯 那你先下去吧 待本宫找回冷冰心 你们择日完婚 姚莫婉暗自舒了口气 他就知道 奔雷是个闷葫芦 必须好好地刺激他一下 属下 属下想去追回冷冰心 若是他表哥 不知道圣旨这回事娶了他 那可就不妙了 嗯 也好 那本宫便命你追回冷冰心 速去速回 姚莫婉点头应当 奔雷自使得令离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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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